準備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艾瑪 歡迎收看今天的 電玩宅初沛 各位霹靂布袋戲迷們 掌聲歡呼吧 因為霹靂布袋戲 也要改變成線上遊戲囉 所以你想要挑戰 超強大的霹靂布袋戲 大魔王嗎 那霹靂神舟Online等你們喔 只要是台灣人 一定對霹靂布袋戲耳熟難香 在霹靂國際多媒體 數十年的努力耕耘下 每星期有超過百萬戲迷 固定收看霹靂布袋戲 因為看到布袋戲的龐大商機 至冠集團旗下的智樂堂科技 也宣布與霹靂布袋戲 合作研發3D線上遊戲 霹靂神舟Online 讓蘇寒真率領中原群俠 抵抗異度魔界的入侵 到底是中原群俠道高一丈 還是超強魔王 去天地魔高一丈 遊戲登場後 請玩家親自領教囉 好 問大家一個問題喔 如果讓你重新選擇 身分的機會的話 你會想要當仙人 還是會想要當魔王呢 這個問題有點難 那我們現在就來玩 星辰變Online邊玩邊思考 這個問題好了 遊戲新幹線宣布 改編自大陸熱門奇幻小說的 星辰變Online 將帶著絢爛視覺效果 與震撼無比的技術 舉辦超經營風測活動 星辰變Online 是由長期攻佔中國網路小說 排行榜首位的星辰變 改編而成的同名線上遊戲 遊戲職業系統 推出仙界與魔界兩大系統 以及智陽門 藍陽門 情緒門 血魔門 研魔門 音樂門等六大門派 帶領玩家穿越古今 進入神秘的仙魔世界喔 喜歡動作遊戲的玩家 應該聽說過雷曼超人系列吧 這個頭像榜的螺旋角的小不點 在十幾年前可是非常苦紅的一個角色喔 而事隔15年之後他們也推出了最新作品 雷曼超人起源 他的畫面表現超級細膩 很像他看卡通影片一樣喔 現在我們一起來重溫舊夢一下吧 雖然Ubisoft的公司這幾年 靠著刺客教條 綜橫疊海等硬派暴力遊戲 走紅遊戲界 但大家可別忘記 他們在十多年前 可是靠著一款可愛風格的動作遊戲 雷曼超人一戰成名的唷 事隔15年當初開發 雷曼超人遊戲的老班底再度回歸 甚至開發了這款作品 雷曼超人起源 要帶玩家重溫當年的感動 這款遊戲擁有高解析 傳統的2D橫向前面 和最多可支援四人合作模式 將帶回許多經典角色 並將整個全新的世界與環境 恢復成傳統的2D形式 玩家需要收集一片片沼澤歷史碎片 拼湊歷史以揭開雷曼超人神石之謎 而冒險途中的同目們 當然不會讓玩家們輕易過關 有著上百隻眼睛的粉紅色巨大怪物 瘋狂的深山石怪 邪惡的石肉菊花 將會擋在玩家面前 與夥伴通力合作 努力地突破層層關卡吧 玩遊戲的時候除了有控制器玩之外 沒有其他方式了嗎 像這款墨鬼 它除了有獨特的水墨花風格之外 讓大家在玩的時候用手指畫的買檔 哇 還滿特別的 所以等遊戲銷售之後 大家可別錯過囉 Sony新掌機PlayStation Vita發售在即 也有越來越多的新遊戲陸續公布 像這款日本Aquire公司開發的動作遊戲 墨鬼就是風格很特殊的作品 遊戲以獨特的水墨風格呈現 遊戲中的場景 人物都有獨特的水墨質感 遊戲設定在一千年前的日本平安時代 玩家操縱的主角 墨鬼為了把逃到人間的妖魔鬼怪 一一抓回地獄而展開冒險 而遊戲最大的特色在於使用觸控螢幕 玩家能使用倒筆畫出前進的道路 或是使用自然筆施展大範圍的火焰攻擊 至於召喚筆則可召喚攻擊力更強大的陌生 給予敵人致命打擊 這款莫鬼的獨特視覺風格 加上觸控新玩法 明年二月遊戲推出後 玩家不妨玩看看喔 大家以為玩手機遊戲的時候 只能簡單的玩一些小遊戲而已嗎 那《無盡之劍2》將會顛覆大家的想法 不幸的話我們接下來去看影片就知道囉 大家想知道手機遊戲已經進化到什麼樣的程度嗎 或許這款《無盡之劍2》就是最佳的無力展示吧 這款由EPIC公司開發 使用Unreal Engine 3 引擎開發的手機遊戲 如果不跟大家說清楚 大家一定很難相信這已經是 PS3 等級的遊戲畫面 竟然在 iPhone 手機上玩得到 《無盡之劍2》又比一代更華麗的畫面 還追加商店系統 不過遊戲玩法依然略顯單調 隨便畫畫螢幕就能攻擊 就把它當成是看爽的手機遊戲 會比較安慰點喔